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听下 大家好 我是一早走路上班 感受到秋意浓浓的渔滨 秋风飘荡 秋夜转黄 半冷半暖之间就走过了半个秋天 是啊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风了 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 大家钟好 我是看野草枯黄 树叶飘零 稻碎发香 果实满仓 感受二十四节气雕刻的时光 在生活当中探寻秋日风采的果果 太美了 各地的秋风的景色各不相同 不得不说 咱们沈阳迎接秋风的方式很独特 昨天晚上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要说这东北冷窝 真的是一点都没客气 这雨后降温也是说来就来 今天咱们省内多地最高气温 都会再降一到六度 大连 锦州 朝阳 葫芦岛的最高气温 还能达到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那其他的城市都是在十几度了 尤其是沈阳 辅盛 还有本溪 最高气温只有十五度 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是十度上下 凉意会比今天感觉到更加明显了 没错 那么今天西北风也是毫不示弱的 大多在五到六级 大连是七级 北风吹过 体感温度只会一降再降 那针脚一个嗖嗖的冷 冷到穿上了秋裤 当然这股凉意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今天晚上全省就放晴了 双休日 阳光充足 气温开始稳步回升 最高气温将会重回到二十五度上下 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大部分的时间段 天气运行比较平稳 气温波动也不大 下周三会有零星的降水登场 但早间的气温依旧低位运行 大家出行一定要多穿小心感冒 对 这提醒的特别及时 燕江明日去秋象此时分 说实话 虽然说是凉风嗖嗖的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秋风这个节气 白昼和黑夜均分时间 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 黄夜与蓝天平分秋色 特别美好 确实是太美好 秋风确实有深度的美丽 如果说立秋是秋季的开始 双降是秋季的终结 那么好了 秋风正好位于立秋到双降九十天的中间 就有着平分秋色的意思 是啊 秋风这一天呢 太阳直射地球赤道 不仅等风了昼夜 而且分割了寒暑 过了今天北半球呢 就是昼渐短 夜渐长 那寒意也会渐浓了 特别是到了晚上 这气温下降的速度会明显加快 没错 那么在古籍当中啊 说这个秋风有三后 一后雷史收生 二后呢折坏户 三后水史河 通俗点说呢 就是不会再打雷 虫子呢要风雪准备过冬 河流湖泊的水位也开始下降了 天高云淡 而且是露冷风轻 不知不觉之间啊 这候鸟就已经成群地飞向江南了 而夏日的雷声也掩齐西谷 秋云飘逸 秋水如镜 成熟的气息 扑面而来 不单单是这些 秋风呢还有很多的民俗啊 这天呢人们会玩一种游戏 叫竖蛋啊 对 明显就说呢 秋风到蛋而翘 游戏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将鸡蛋慢慢的呢 在一个平面给竖起来 松手 蛋不倒就成功了 那在民间其实秋风 还有送秋牛的习俗 在黄纸或者是红纸上呢 会印着这个节气农饰 以及农夫耕田的图样 制成秋牛图 而送图的人们呢 往往就是最能说会唱的人 他们在送秋牛的过程当中啊 会说秋庚事项 以及各种吉祥话 劝说大家啊 不遗物使令 那么秋分日啊 今天呢 也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 收成是九月最美的底算 瓜果满园 古物满仓 橘黄泄肥是心道飘香 丰收之美来自劳动者汗水的浇灌呢 来自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啊 对啊 收到这一份丰收的喜悦 真的是古往今来 易如既往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宋代东京八月秋摄日 人们要吃摄膏 饮摄酒 敬摄神 而且妇女回娘家 还有歌舞娱乐等各类庆祝活动 那叫一个热闹啊 这里说的秋摄日啊 就是秋分 对 其实呢 很多古代的物品呢 跟秋分是有关系的 当节气遇到文物 又会有怎样的火花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秋分节气 平分昼夜 也平分了秋季 在古代一场狩猎大戏 正要上演 马凳正是秋猎当中 不可或缺的工具 榴内省博物馆藏 北烟冯素浮沫 流金木心双马凳 是世界上目前已知 最早的马凳食物 在欧洲 马凳被称为中国靴子 康贤盛世 更以秋烈大典 保持骁勇 彰显国威 遥想古人策马奔腾 更爱今朝秋高气爽 岁月静好 别小看了马凳 看似简单 但是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双神奇的中国靴子 帮助欧洲建立了封建制度 而且改变了世界古代军事格局 那么从马凳到秋烈 又让秋分多了分底蕴 更有深意了 真是长知识 这才哪到哪 我跟你说还有支持点 是吗 咱们继续 说这个秋分 还是养生的一个好时节 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干燥 气温下降 寒凉渐重 所以我们要防止粮造 是是 这一方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 及时的增加衣物 还有添加被子 一方面还要以个人的身体状况 开始耐寒的锻炼 多选择些慢跑 瑜伽 还有太极等轻松平缓的运动项目 以提升洋气抵御并携 对 另外在吃的方面 像这个时节 我们就适合吃一些 干润生津和青酱废弃的新鲜果蔬 比如说像苹果 秋梨 山楂 葡萄 百合 莲子 银耳 等等 不单单是这些 还可以吃一些清润温润的食物 像芝麻 核桃 糯米 蜂蜜等等 可以起到滋阴润肺 养阴生筋的作用 另外就是要早睡早起 多喝开水 对 提醒大家 因为秋季日照减少了 气温渐降 花木凋零 有一部分人就容易产生 忧郁和伤感的情绪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悲秋 就会导致体内的内分泌紊乱 容易产生疾病 所以我们要培养乐观的情绪 保持神志安宁 心情舒畅 秋高气爽 是一个外出秋游 登高的好时节 这样的话也有助于 我们舒缓自己的情绪 没错 你看就像你说的 得有个能接受 凌落之美的心绪 对 想想迎着山顶的秋风 与秋色平分美丽 与秋果平分甘甜 多幸福的一件事 而且只要有耕耘 就会有收获 所以你想 爽朗时节 快意秋分 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们一起再出发 再过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就将迎来国庆节假期了 这段时间 快递小哥 真的是要忙碌起来了 一点都没错 记者从沈阳各个快递公司 及主要的快递驿站 就了解到 今年国庆节假期期间 沈阳市民 不管是网购食品 还是日常用品 都能够照常地进行 快递的配送 快递驿站都不会打烊 这几天 位于沈阳市审核区 南塔地区的几家快递站点 迎来了配送的小高峰 其中食品包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因为部分消费者 会在国庆节前完成采购 国庆节期间 快递派送单量 预计将出现一定下降 快递公司会根据网点具体情况 合理安排值班人员 既满足消费者快递服务需求 又保证人力资源不出现浪费 为做好国庆节前后 邮政快递业的服务保障 沈阳市邮政管理部门 在坚持疫情防控 与生产运营并重的基础上 还加强了气地安全管控 督促邮政快递企业 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隐患排查 和责任倒查工作机制 严格落实实名收集 收集厌室 过急安检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着力查赌 射枪射爆 射黄射飞 射毒 射危险化学品等禁忌物品 强化分波中心 现场作业秩序整治 坚决防止机械伤害事故发生 利用视频监控手段 比如咱们有一个视频监控系统 还有安检机联网系统 来监制各个企业 执行各项安全生产制度 和过急安检的情况 然后咱们还与公安和国安 等安全部门 成立一个联合读导检查 准备在决定之前和决定期间 对各个企业进行一下读导检查 在夜查 比如说分波中心 自7点之后进行操作 咱们在这个时间段 对企业的过急安检情况 进行读导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说糊涂的家长 近日云南文山燕山县的民警 在执行途中 遇到一男孩 扛着大包行李独自走着 经过询问得知 小男孩周五放学后 都是父母接他回家 谁知这个周五 却迟迟没有等来家人 男孩没有手机 和家人无法取得联系 于是他便扛着行李 徒步走了一个通宵 随后民警将小男孩 护送回家 看到孩子走进家门 父母还有点恍惚 你怎么回来了 原来这对粗心的父母 竟然忘了时间 看到不行一整夜的孩子 被警察安全送回 父母又是自责又是感谢 这父母心可真是够大的 孩子如果没被民警发现 再走走 姑姐就该到返校时间了 说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我是一个马桶刷 近日呢 广东深圳的一位小伙 分享了视频 自己家里请了保洁阿姨 来搞卫生 不料呢自家猫咪 犯上了射孔 先是躲在客厅的猫窝里面 然后趁着阿姨进房间里 打扫卫生的时候 她就自己偷偷地 跑到卫生间里 假装起了马桶刷 那小样可真是 又可爱又搞笑啊 主人说了 这平时啊 猫咪在家很沉闷 偶尔呢 会有这种搞笑的动作 如果真有这样的马桶刷 那也太可爱了吧 一定是爆款 说真的醉到了自投罗网 近日江苏常州交警 开展酒驾检查时 发现一男子 酒精呼气检测 结果明显超标 在等待处理过程中 男子突然扭头就跑 现场执勤交警 见状立即前后夹击 不想男子情急之下 一个急转弯 跑进了交警大院 交警抓捕的速度 那必须得对得起 他自投罗网的诚意啊 男子最终因引久驾车 被依法处以驾驶证绩12分 暂扣6个月 并罚款1000元 这操作 真的也是很绝 很自觉啊 交警队敞开了大门 欢迎您 说开启 无人驾驶模式的轮胎 近日 在浙江里水 一辆货车在行驶的途中 轮胎突然脱落 开启了单独的开溜模式 经过一路的狂奔 接连撞上了三辆车 场面非常的危险啊 真是人在车中坐 祸从天上来 不过幸运的是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真是一个调皮 但有底线的轮胎 交警提醒 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 紧防车辆 带并行驶 说鱼儿也能踢足球 你相信吗 近日广东接洋的一位男子 分享了金鱼足球队的训练日常 自己给金鱼打造了个足球场鱼缸后 往驯化的鱼群里丢一枚足球 鱼群便会争抢着将球顶进球门 有时双方针球激烈 将球顶到鱼缸边角转不过弯来 精彩进球瞬间让人叫好 小鱼儿不仅会射门还会守门 厉害了 连鱼都开始踢足球了 还踢得那么好 感觉某些人类又被内涵到了 谁来下说再送儿报果 说这事之前 我们想给大伙先介绍一个人和他的故事 来看一张坚毅又略显稚嫩的脸庞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陌生 但是祖国不会忘记 边疆的戒碑也不会忘记 他就是戍边战士萧思远 2020年6月 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现挑衅 战士萧思远突围后 又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就是祖国的戒碑 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 这是肖思远写在战地日记当中的一句话 他用生命兑卸了自己的蒸蒸誓言 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那么就在最近呢 肖妈妈再送儿报国 她把自己的小儿子 肖思远的弟弟肖荣基送进了部队 成为了杨根斯部队的新兵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 特级人物与杨根斯的故事 我哥跟杨根斯都是 为皇家为国牺牲的 去到这个部队 我感到很荣幸 希望小儿子吧 因为他各个为邦养 把人生部队好好锻炼 不怕吃苦 早日成为一命合格的决定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 很祝福 你也是 你也是 你也许会 我也想过 你也许会 我心里 真有事 我心里 你也许会 我 是 你也许会 没有事 你也许会 姐姐 几年前 父母送肖思远登上军连 而如今 弟弟萧荣基也即将离开家乡 母亲含泪叮嘱小儿子 好好锻炼 不怕吃苦 列车启动那一刻 母亲手中攥着萧思远的照片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再送儿报国 这个再字当中 蕴含了多少不舍与想念 萧荣基出生于2004年 比萧思远小八岁 从小崇拜哥哥的他 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当兵 今年的三月 萧荣基经过体检政审双合格之后 进入了河南省新乡市严金县 人民武装部预备役 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不管多苦的训练 萧荣基都不曾认输 他说我哥行我也行 我也愿成为祖国的戒备 这是军人的荣誉 也是我坚定的信念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上战场 为国为家前仆后继 守护万家灯火的这家人 是感动了无数的人 是啊 传承不息 军魂涌驻 向戍边英雄们致敬 向英雄的家庭致敬 说一下我们今来说一说 威胁时刻挺身而出的 平凡英雄 四川卢定六点八级地震 一直以来牵动着大家的心 而当灾难来临之时 我们看到了平凡英雄们 纷纷涌现 比如我们昨天说的 放弃逃生 拉闸泄洪 救了几百人性命 自己却被困十七天的干预 是啊 那一瞬间的挺身而出 是最让人动容的 而大屏幕上的这位 也是平凡英雄中的一位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面对崩塌的山时 他没有逃生 而是选择了开车 冲向了滑坡的山体 挽救了七条生命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他叫杨光银 家住在乐山峨梅山市 是四川交运集团旗下 重乘物流公司的一名 水泥灌车的驾驶员 地震当天中午 他跟往常一样 驾驶着水泥灌车 前往指定地点去卸货 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一阵轰隆隆的声响骤然传来 他就觉察到 这个车辆式异常的颠簸 抬头就看见路边的山石 正在不停地滚落 瞬间意识到地震了 当杨光银正准备 加速离开的时候 突然看到碎石滚落的 宝坎旁边有一批工人 正在施工 来不及多想 他就一脚油门 加速将水泥灌车 停到了施工人员的旁边 用车身在山体 还有作业人员之间 就筑起了一道挡墙 杨光银加速把车 停到了施工人员旁边 用车身在山体和作业人员之间 筑起了一道挡墙 为七名施工人员 赢得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是啊 就在大家跑出来 仅仅几秒钟之后 山体大面积的垮塌 水泥灌车就被一块 巨石砸中车头 车身是严重的变形 完全损毁了 对 而那个位置呢 刚好就是工人员施工的地方 真的是太险了 真的是太危险了 工人们得救了 杨光银自己呢 却被滚落的碎石砸中了 左臂和头部 被送到了医院治疗 虽然说自己刚刚救了七条生命 但是杨光银却没有 对任何人说起 当时大家都以为说 他是在避险的时候 意外受伤的 而直到同事协助他 办理转院手续的时候 才了解到原来他的伤势 由于开车去救七名工人导致的 杨光银说呢 当时地震来得很快 刚刚才感觉到 山上的泥板在松动 几秒钟之内 这石头都开始往下飞了 根本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地就朝有人的地方开 对 有一位被救的工人就说了 说幸好杨师傅 当时是把车挡住了路边 为我们争取了几秒钟的逃离时间 不然我们可能全部 都要埋在下面了 是啊 自己受了伤车子也毁了 但杨光银说呢 车子损毁了还可以再买啊 但是人的生命大于天呢 自己呢 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相信每一位司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上去挡一挡的 对 据了解杨光银不仅是一位司机 还是一名村组干部 平时啊 这村里的事情总是亲力亲为 老百姓的琐事 他也总是第一时间处理 危机关头能够舍身为人 为额美好男儿点赞 是啊 说了一下 我们进来说 订你一张小纸条 说起这个来 可是有点青春萌动的感觉了 就年少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接到一小纸条 那心里小鹿乱撞啊 厉害 就是你说的是人家那种 就是少男少女 面对小纸条时候的感觉 对吧 这还挺浪漫的 但我说这个小纸条呢 是在一个成年人 而且是一个成年女人手里的时候 看到这小纸条 别说感动了 他当时那个情况 那真的是有点不感动啊 你说的这个感动 就非感动了是吧 是一动不感动的那个感动 其实这小纸条赶上定身符了 我跟你说这事吧 不是出在小纸条上 而是纸条上的字上 上面就写着两个字 救命 救命 那这是有人遇到危险的 对 遇上危险的呢 就是手拿着写救命纸条的 这个杨女士 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最近啊 这杨女士来到了广州 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去办理居住证 旁边一名男子呢 就跟在他身旁是寸步不离 轮到杨女士办证的时候呢 这名男子是时刻紧盯着他 去填写每一份资料 没错 很紧张当时 其实呢这个杨女士 不停地在环顾着四周的 趁着男子转身到身后的座位 休息的时候啊 就偷偷地在取号纸 反面写下了这救命两个字 迅速地连同办证材料 一并就递给了窗口的工作人员 请求窗口的工作人员来帮忙 发现杨女士的求救信息之后啊 这窗口的工作人员 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而随后呢 不动声色地和旁边的同事去沟通 同时呢通知增援警力到场来协助 那么好了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呀 窗口的民警呢 以系统缓慢为由 拖延办证的时间 趁机呢询问杨女士的情况 待增援的警力赶到之后 警方迅速地将嫌疑男子 王某某给控制了 怎么回事呢 这杨女士跟王某某啊 是情侣关系 但是在一起之后 不久杨女士就被这个王某某控制了 不仅是手机被没收 就连杨女士去任何地方啊 这个王某某都要形影不离的 而且只要杨女士逃跑 就会遭到王某某的殴打 一直到案发当天啊 这王某某呢 就想以杨女士的名义去买车 带她来到这儿呢 去办这个居住证 杨女士这才有机会向警方求助 你说说胆子有多大 这可是在民警的眼皮子底下就敢作案的 真是自信又嚣张啊 经审讯的王某某对家暴 非法拘禁杨女士的犯罪事实 是供认不讳的 另外呢 办案民警还调查发现 王某某曾多次利用杨女士的微信 诈骗他人的钱财 以做另案的处理 目前呢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呢 也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 对 咱们在这提醒大家伙 当我们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 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 机制报警 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没错 好 新闻大小评哭笑不得我来评 说最近呢 安徽的同龄一家银行的新手贵员小刘啊 闹了场乌龙 给客户兑款的时候啊 他把面值50块钱的纸币看成了5块钱 客户呢 要兑换2000元经他手一点钱呢 变2万了 愣是多给了客户1万8 这下呀乌龙闹大了 银行方面呢 报警之后 民警联系上了客户王先生 并说明了情况啊 王先生表示啊 说自己啊 也确实是很久没用过这个现金了 再加上呢 最近在忙 也没有意识到这钱取多了 随后呢 王先生到派出所 把多收的钱款就还给了贵员小刘 这事呢 咋说呢 银行工作呢 设计钱款的事 还能这么马虎 也真是难得啊 一串数字有几个零 咱数不明白啊 咱能理解 那5块钱和50块钱的纸币 你说说它哪像呢 让人哭笑不得的呢 是低级错误呢 还有下面的这位偷羊贼 说最近呢 在咱们辽宁沈阳 男子呢 袁某因为偷羊被抓了 羊卷的监控视频显示啊 袁某是头戴塑料袋当头套 前进了养羊户翟先生的家 偷走了三只小羊羔 带着塑料袋去偷羊 这就是传说中的眼耳盗铃吧 目前呢 袁某已经被处以了 刑拘十五只 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 袁某自己说呢 他也养羊 因为自家的羊死了几只 想要弥补损失啊 就把坏主意呢 打到了别人家的头上 人家是亡羊补牢 你这是亡羊地补啊 死几只偷几只 只要没人发现 我就没损失 可是大聪明 你是没损失了 人家丢的羊咋算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点 老王 你得了灰指甲了 啥 你指甲都变色了 前婶 你的手指甲都变灰了 老黄 你的脚指甲变黄了 就是 哎呀 灰指甲好像挺多的 都看看自己的手和脚 孙姐 你的手指甲都变小了 杨姐 你这脚指甲变厚了 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多半是灰指甲 灰指甲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 巨为铜点茶剂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二十二年专注灰指甲 得灰指甲 马上找亮甲 乐泰亮甲 直辽宁大市 看全网热点 请登陆 北斗美客五专 全网正式推广 充电品牌升级 请下 北斗美国立恩 北斗 万兴之天下 现在下我们先来说丢鞋 丢鞋 咱们这么严肃个节目 咱们说这合适吗 就是你觉得丢鞋不值得说吗 你看 主要我跟你说 这个鞋丢的它不一般 说9月21号 在我们沈阳某梁地铁上 有一名中年女子 在这个车枪当中 左顾右盼的 前后张望 到处砸吗 一边找呢 还一边嘀咕说 鞋呢 没有啊 谁这么损呢 完了完了 我也纳闷 你说这沈阳地铁 虽说是高峰期也挺挤 但是你说不至于把鞋挤丢吧 他穿拖鞋了 不是他穿的不是拖鞋 就是普通的运动鞋 而且鞋也不是挤丢的 地铁上的人呢 也不是特别多 那咋丢的 对啊 就是他也挺纳闷的 到底咋丢的呀 他就是躺车的时候 一时没注意 鞋就没了 你说什么 躺 躺车 躺车 对啊 没听说过什么叫躺车 听过坐车 没听过躺车 没听说过 就是把鞋一拖 座位上一躺 是不是觉得又舒服 又解乏呀 这么个躺车 你不 那能行吗 你说你把座位 都给别人占了 咱不说这个 你再想想 你要是这个脚很湿润的话 这还能呆人吗 你说 尤其是在车厢当中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该怎么办 我肯定是义正言辞的 制止这种行为 那我跟你说 你就不一定好使 怎么还不好使 就是大吉有八百个女儿 等着你呢 那你说 哥哥怎么办 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做呀 对呀 跟拖鞋 这位同车厢的一位乘客呢 他就想出一个办法 他什么办法 这位呢 也是一位女士 她遇到这个行为之后 也挺气愤的 人家属于不动声色 不苟言笑 悄悄地 轻轻地 神不知 鬼不觉地 就把那只鞋 他给踢走了 怪不得 找鞋 那踢的时候 他就没发现 那可能就是玩手机 什么的 没注意 没注意 等到要下车的时候 等到坐起来 发现要穿鞋 鞋呢 鞋没了 这顿找啊 结果到了 也没找着 那给踢哪去了 踢鞋那位吧 还录了视频了 让他来告诉我们 坐地鞋 拖鞋 站座的 一个人站俩座 满车厢 臭味 我把鞋 就给你扔出去 踢走 下回让你长点脸 长点记性 你说啊 踢鞋这姐姐 真不冠病啊 你敢拖 我就敢踢呗 还给踢出车厢了 也没说哪站下的车 这哪儿早期 你说 网友们也是纷纷说呀 说这就是用魔法 打败了魔法 当然也有人说 我觉得这么做吧 不太合适 你说人家的鞋 你凭什么 给人家踢出去呢 那要是换成是我呀 我觉得把另外一只 也给他踢走 这就是所谓的 人教人 教不会 事儿教人 一测就够 对吧 这是看热闹的 不怕事儿大 咱们平心而论 脱鞋的人呢 肯定是不对 不文明 没素质 但是呢 你说把这鞋 给踢走了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对 人家还得蹦着回家呀 有律师这样说了 就是同车厢的乘客 扔鞋的这个行为 虽然说我们看着 挺解气的 但是涉及到 毁坏个人财物 如果说要是因此 引发了争端的话 那么当事人 他是可能会违反 治安管理 被行政处罚的 你看 而想地铁的客服也表示了 正在进入调查 将来也会加强 文明乘车的管理 是啊 这踢鞋的不常见 脱鞋的可是屡见不鲜的 尽管这个网友们 对乘车不闻名的行为 是怨声载道 但是自由之脚 仍在频频地伸出 近来在公共交通上 脱鞋的事是屡上热搜 你看有光脚搭椅子被的 有 有拖鞋踩小桌板的 对 还有什么身腿拦过道的 反正吧 你总能够看到一双 不羁放纵爱自由的脚 除了拖鞋跟横躺着站座 在公共交通上 大声喧哗的 电子设备外放的 霸站扶手栏杆的 踩踏座椅的等等 都是乘车不闻名的行为 我个人尤其反对 在车厢里边吃那韭菜盒子 对对对 就是老话都说了 再名贵的香水 都干不过一个韭菜盒子 太厉害了 在公共交通上脱鞋 脱的不只是鞋 更是社会的功德心 在家脱鞋上抗上罐了 可是外边不行 老话又说呢 这个苍脸食而知礼节 对吧 现在咱们都吃饱了 是不是也得闻名闻名啊 是的 说一下我们先来说救援 说最近在澳大利亚的 塔斯玛尼亚州的海滩上 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 人们正在争翻夺秒地 抢救领航精的生命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塔斯玛尼亚西岸的海滩 大量的黑色发亮的领航精 搁浅在一片绵长的海滩上 搁浅的领航精的数量 大概是在230头左右 领航精又叫做巨头精 体长是5到7米 体重大约是3600公斤 它主要是分布于太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等热带和温带的海域 而领航精洗群居 常常会结成数百只的大群 生活在一块 群内会有一只头精 游动的时候呢 其他精会尾随其后 所以啊 看来这搁浅的领航精群 那是应该跟着头精 游到了潜水区域的 对呢 目前呢 大量的领航精搁浅的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救援真的是刻不容缓了 21号 在人们发现搁浅的精群的时候 情况还算是乐观 有大概230头的鲸鱼还活着 于是呢 救援人员立即就展开了救援 给鲸鱼盖上毯子 用水桶呢 为它们浇上海水 救援人员呢 还利用婉具 让鲸鱼漂浮起来 进入深水区 这一次呢 他们还使用了水产养殖公司的 机具来协助 利用船舶呢 将鲸鱼带到更深的水域中 避免再度搁浅 让人痛心的是 尽管救援人员一直在努力 但是海岸附近的环境 实在是昼夜变化太大了 而且海浪冲击力惊人 仅仅过了一夜的时间 就只剩下35头领航精 还活着了 救援根本来不及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 救援工作已经结束了 遗憾的是 又有三只领航精不幸的死去 仅有32只获救返回了深海 将近200头领航精搁浅死亡 看看这些曲线优美 曾经矫健生动的生命 一动不动地倒在沙滩上 真的是太难过了 而更让人惋惜的是 类似的事件是一再发生 在2020年的9月21号 同样也是在这个港口 澳大利亚发生了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鲸鱼搁浅事件 当时呢 是有超过了470头的鲸鱼搁浅 当地呢 是出动了上千人 经过一周的努力 最后呢 成功地将111头鲸鱼 送回了海洋 对于鲸鱼搁浅 其实人类一直在研究原因 而到目前为止呢 总结出来的原因 大致是分为这样的几类 如果说发现单独的鲸鱼搁浅 那一般都是有三种可能 疾病 受伤或者是老化 那大规模的鲸鱼搁浅呢 首先是自然的原因 比如说呢 遭遇了极端的天气 还有大规模的天敌 使得它们的荒不择路 从而呢冲上了海滩 还比如呢 因为一些港口的地形 还有水域位置的特殊 从而呢出现了 这个声音的盲区 再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原因了 你比如说像船只 军舰等驱赶 还有大量捕鱼活动 会造成鲸鱼路线更改 岸上大量的垃圾 和污水排放等等原因 这一次领航精 大量搁浅的原因呢 还不知道啊 希望呢 类似的悲剧呢 不再发生 希望呢 躲过一劫的领航精们 能够在深海的家园 健康生活 不要再误闯地狱之门了 好 新闻大小评 路上的危险我来评 说最近呢 在咱们辽宁大连 车主林先生开车上路啊 意外遭遇了开门杀青魂 根据林先生车上的 行车记录仪显示呢 当时路边停靠的 一辆白色的轿车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呢 突然车门就被推开了 里面的驾驶员呢 就伸头正要下车 可这个时候呢 林先生已经是来不及反应了 驾驶的车辆啊 就撞到了前车的车门上 万幸的是啊 事故呢 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 开门杀呢 往往危险性是极高的 因为实在是出席不易啊 让后车是躲闪不及的 如果这次下车的司机 动作再快那么一步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呢 咱们都养成好习惯 下车前呢 一定要看一眼 这后方的车辆 千万别急在那么一时 说路上的危险呢 除了出席不易 还有祸从天降 最近呢 在四川广园一男子 王某酒后驾车 因为呢 醉得太厉害 连撞了路边 六辆汽车和电动车 面对交警的询问呢 明明这车上 只有王某一个人 他竟然呢 还当场甩锅 说车呀 是一个妹妹开的 这位大哥呀 你是喝得太多出现幻觉了吗 以为自己是宝哥哥吗 天上还能掉下来个林妹妹吗 自己仿佛开了车又仿佛没开 妹妹呢 也真是人家在家里坐着 祸从天降 经过呼吸的检测呀 王某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了 每百毫升 一百九十四毫克 醉成这样了 还敢上路 愣是把车开出了碰碰车的气势 这心里也是真没个流 千万记住了 酒精和你只有一个能在车上 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截至目前 全国秋两已收获2.67亿亩 完成20.3% 进步略快于上年 说2022年 女兰世界杯22号 在澳大利亚悉尼开赛 中国女兰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 以107比44大胜韩国队 说为更好的保障房屋出租人 日租房经营者 以及租住人的合法权益 从即日起 沈阳全市将全面推行 网约租房审安马认证工作 经营者在长租房屋中 要完成相关认证程序 规范租房行为 说叙利亚卫生部22号确认 当天一艘来自邻国黎巴嫩的移民船 在叙利亚海域沉没 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34人死亡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另有数十人获救 说据一项研究指出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 在过去两年探测到 总共4颗陨石撞击火星的瞬间 这4次陨石撞击地点 距离洞察号85到290公里之间 其中2020年的撞击威力最大 这是人类首次探测到 另一个星球上 由撞击产生的地震波和声波 说今年夏天 欧洲多国经历热浪侵袭 海洋热浪也在侵袭着 当地的海洋物种 在法国马赛海岸附近 靠近海平面的地中海 红色柳珊瑚大量死亡 地中海的柳珊瑚 以紫色最为常见 生长在7到10米深的海底岩石上 是地中海15%到20% 已知物种的家园 我叫扎大鹏 参加工作30多年了 现在担任 玉芝林药业的厂长 兼职部书记 老年人呢 有问题了不说 怕麻烦人 比如说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 还容易引起别的 玉芝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发出了 专门用于通变的产品便通 05年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一千多种水果蔬菜里选 找有通变功能的 还得温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别感动 也很欣慰 便通牌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便通 通变专用 就是便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便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五种果蔬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滑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 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变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便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变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便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便通 通变专用 就是便通 大便干 排便费力 别挺了 有便通的 您记住了 晚上睡觉前 吃一次就行了 我有信心 便通牌天天交道 原料全部来自果蔬 租方是国家专利 专门针对便利人群 玉知林要业的赵厂长经常说 产品得让自己的父母 都能放心用 为了让老年人放心 更踏实 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只花9块9 来体验便通 包括邮费 12天的量 只要9块9 9块9 赵厂长却把购持12天的便通 寄给他心中挂念的老年人 这是他对便通的信心 更是玉知林对用户的爱心 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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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实际上我们新闻继续 今天来说这条新闻 是跟动物有关的 说有些动物吧 一旦要是出现在 它不该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点麻烦了 你比如说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但这群鸭它跑到了公路上 该咋办呀 咋办呀 不适合了呗 这事发生在 9月16号的上午9点多 一名粗心的货车驾驶人 将20多箱的鸭苗 就遗落在了 云南石林县的国道附近 这宽敞的马路上 很快就成了 小黄鸭的游乐场 由于当天下着雨 装鸭苗的纸箱 被雨水淋湿之后 很快就变软散架了 5000多只鸭宝宝 从纸箱爬出 在公路上赛齐了跑 石林大队交警 发现这些撒欢的小鸭子后 与周边市民一起 冒雨将小鸭子们 抓住装好 并联系上了 小货车的驾驶人 驾驶人表示 自己当时 着急在路边卸货 就把鸭子给忘了 半小时后 小鸭子们 被送还到主人的手里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点 老王 你得了灰指甲了 啥 你指甲都变色了 钱婶 你的手指甲都变灰了 老黄 你的脚指甲变黄了 灰指甲好像挺多的 都看看自己的手和脚 孙姐 你的手指甲都变小了 杨姐 你这脚指甲变厚了 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多半是灰指甲 灰指甲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巨为铜点茶剂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二十二年专注灰指甲 得灰指甲 马上找亮甲 乐泰亮甲 便秘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查阅医点要点 精选出黄奇 银杏果 融会叶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节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 上市二十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辽宁卫视 欢乐集结号节目的主持人小明 我来做本期辽宁风物的 好物推荐官 俗话说天凉好个秋 随着天气的转凉 很多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 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 本大为您推荐的是 高含量的腐煤Q10 胸闷气短乏力 这些症状 都是心机功能不足的表现 腐煤Q10 就是为了我们的心脏 添动力的 本大为您推荐的 这款高含量的腐煤Q10 可以说是让您 花低价想好物 这款大品牌的腐煤Q10 每一百颗含腐煤Q10 高达23.3克 原价299元一盒 本大团拼价 每盒一个月的用量 只需要69元 是的您没听错 不到三折的价格 每天不到三块钱 就可以用上高含量的腐煤Q10了 六盒为一组 只有2000组的福利 想省钱的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赶快开与团听吧 这款大品牌的腐煤Q10 首先是含量高 每一百克含腐煤Q10 高达23.3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煤Q10 属于小蓝帽 好用 一吸收 那导播现在已经提示我们了 观众们很识货呀 说话的功夫 库存正在骤降 我们的电话正忙 一起团拼高含量的腐煤Q10 为我们的心脏添动力 原价299元一盒 大品牌高含量的腐煤Q10 本档团拼价 每盒一个月 用量只需要69元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团拼热线 跟着我一起花低价 想好物吧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剑腰娃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祝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